我 我之前肯定没跟你提过吧 我爸生前 也在双清室侦察科任职 你还记得我是什么时候突然消失的吗 五月六号 前一天 我父亲在执行追捕任务的时候 遭遇车祸 当场死亡 后来市局对那个司机进行了全面的调查 没有任何疑点 最后 对方因为酒驾肇事被判了刑 当然我中间完全跟你断了联系 我爸爸的事情 只是不分原因 还有其他的 以后有机会我再跟你说 但我今天提这个只是想说 苗焕阳的供词里 徐鹤也大概是在十年前这个时间消失的 并且 这十年再也没有出现过 你爸当时负责什么案件 间谍 涉及矿产资源 当然也不只是这些犯罪 有组织犯罪 我后来加入国安以后 有申请查看当年的档案 没有证据显示是有组织犯罪 但不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 只不过我父亲当年 因为遭遇车祸 让他追踪的目标彻底丢失了 并且这个人 再也没有出现过 你说 会不会有这种巧合 如果徐鹤 他根本彻头彻尾就是一个假身份的话 他会不会是当年那个人 我说实话 这种概率太低了 但不管是徐鹤 还是当年那个间谍 他们一定逃不过法律的制裁 我们先拿下徐鹤 一起侦破这个案件 我陪你一起整理当年的档案 把那个漏网之鱼找出来 让他付出代价